欢迎你收看12月19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是醒龙 首先安华今天在国会迎来信任动议 正反两方 一如玉琪般声浪四起 投资者普遍省慎观望 马股开低走低 收市守住1475点关口 虽然闭市前新任动议的结果还没有揭晓 但是这无阻安华概念股的先进联营 和马联工业焦头火热 先进联营热爆全场 股盘间股价一路南下 收市下跌1.5仙到20.5仙 成交量是达到3亿1349万股 马联工业也滑落0.5仙 收在8仙一共是有3103万股一手 新任动议是在闭市之后才有结果的 那么首先安华顺利过关 红利投资管理认为 政治僵局一旦解开 新政府可以在更好的政治氛围当中 引领国家经济发展 尤其度过明年的挑战 该公司的环球宏观策略部 联席主管所需预计 安华顺利过关之后 与过往一般情况不同 政府接下来的焦点 肯定就是人民的福祉 尤其解决低收入群体 生活费飙涨的问题 数字通讯部长法米 在12月15号的时候透露 部门正在和电讯公司讨论 探讨降低国内电讯服务价格的可能性 那么在圣诞节到来之前 是否有好消息呢 对此 天地通书门网络就表明 在会面的时候 已经向数字通讯部说明 现有电讯服务价格 人们普遍负担得起 这可以从今年第三季市场的 后付和预付用户 还按年增长看出端倪 数码网络的管理层也指 部分地区的电讯服务申请低 不是因为价格 而是缺乏覆盖率和网络品质 这表示说解决问题的方案 应该是尽可能的提升网络覆盖率和品质 而不是减价 显然双方意见有所不同 部长法米早前是说 许多年轻人希望上网价格更低 因此他已经要求探讨 可能在接下来数周内会有特别宣布 最新数据显示 大马的11月出口 进口贸易总额和贸易盈余罕见的 同样按年增长15.6% 受到电子电器 液化天然气 石油产品驱动 11月出口总额增长 15.6%到1302亿 4千万令吉 这就高于彭博社的增长 13.7%预期 不过和10月录得21.1%增长相比 出口已经显现放缓之势 另外进口总额也上升 15.6%到1079亿 3千万令吉 贸易总额扩张 15.6%到2381亿 7千万令吉 贸易盈余也增长 15.6%到223亿令吉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你订阅百格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